艾瑟轎不管红灯停绿灯行一路直直冲 还有不顾前面都已经红灯照样左转 这台轎车被直击两度违规 许晓星把影片po上网 还喊话天兵再度闯红灯 违规左转是你骂 点名违规人就是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如果有这个违规的行为收到罚单 我就缴罚单 王毅川认违规行为 但也反击许晓星 一边抹黑说他监控人民 一边却用监控手段跟踪偷拍他 我是觉得这绝对不会是巧合 所以我已经跟警方报案 那要找出是什么特定的人事 对我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控 王毅川强调跟踩手段影响人身安全 两人隔空开港 许晓星脸书反击 瞎到列车手的内容 让王毅川心声畏惧 但影片当然是民众检举 如果需要他的不在场证明 6月11号下午同一时间 他和办公室同事开会 还叫了外送 底下网友留言反应却很两极 有人说王毅川雷犯做了最坏示范 但也有人提醒 许晓星也曾围停怎么失忆了 是跟骚吗干嘛拍人家 接下来每一天的移动 对我来说都是充满恐惧的 2022年陈时中竞选台北市长时 糟蹋私人曝光聚会照 影射是闲珠手 另外许晓星也曾po出 前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聚会照片 而立委选举期间 许晓星报为庭争议后 对手徐淑华就被检举停红线 跟拍者被揭晓原来是 徐晓星本人 糊仔的文化来进行 这个所谓的抹黑战 这是徐晓星一贯的做法 哭出徐淑华发声 狗仔文化不该被纵容 即便徐晓星坚称民众提供 但每逢自己争议时就有新图文释出 难免被认为时间点太过巧合 三重怀疑反悟宣言台报道